2009年1月 美国航空编号1549班机 他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起飞 不到两分钟就发生鸟机事件 左右引擎先后故障 机长桑伦伯格在失去动力的情况下 决定迫降哈德逊河 极速俯冲的飞机 让纽约克顿时神经紧绷 所幸这不是恐怖攻击 但对机上的155人来说 生死瞬间与恐怖攻击又有何意 他认为我们下跌 我们来到这边 然后我说 我们会碰到水 我只想我会死在那里 我会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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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飞机终于迫降在纽约哈德逊河 惊魂未定的乘客迅速爬出机舱 等待救援 他们茫然地聚集在机翼上 宛如站在水中央 往返哈德逊河的渡轮 当时全往飞机破降地点聚龙 没有人着急 但大家知道 在激进摄氏零度的水温中 他们若不伸出援手 机上的生还者更加煎熬 破降的飞机上有155人 全部生还仅有少数受到轻伤 记者综合报道